大家好我是Richard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教一下大家如何一步一步的创建你自己的亚马逊卖家账号 那亚马逊卖家账号去哪里创建呢 你输入这个网址 网址就是centercentral.amazon.com 这个比较简单 你说进去好了 然后这里你输进去之后 如果你在这边点这个sign up 这边的sign up就是一个专业的卖家账号 你是在这边是可以有选择的 只可以选择去专业的卖家账号每个月付40美金 39.99美金的一个月费 还是说你选择只想一个个人的卖家账号 一个普通的卖家账号 那普通的卖家账号你是不用去付40美金的一个月费的 但是你每个产品你卖出去 你都要付一美金的一个手续费 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每个月能卖40单以上的话 我就建议你直接就用专业的卖家账号去创建 那这边个人的卖家账号是如何创建的 亚马逊有点把它藏起来的意思 就是说不让你知道它是有一个免费在它平台 可以卖货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如果你要创建个人的一个卖家账号 不想每个月付40美金的话 在这边learn more 打开这个learn more之后 然后往下拉是在这边 他说你就有几个东西 是不是就有几个东西要卖 不是非常大的量的话 就在这边个人的一个卖家账号 在这边点就可以创建一个个人的卖家账号 就不用付40美金的一个月费 但是就算你这边说一句 就是说就算你付月费了 你现在已经创建开始了 你付月费了 过了三个月 你还一件产品都没有卖出去的话 你可以给亚马逊写信写邮件 告诉他你说我三个月过了 我还没有上产品 还没有卖一件产品 请把我三个月的月费 也就是120美金退给我 一般情况下亚马逊都会把 这个三个月的月费退还给你 还有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最好在你已经产品 已经选品选完了 各种都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再去创建一个卖家账号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耽误说 把卖家账号单单放在那边 每个月扣月费 而没有任何的一个行动 接下来就会开始一步一步的 教大家如何去创建你的卖家账号 所以说在开始前 帮我们的视频点一下赞 点一下喜欢 订阅一下 在视频的最后 我也会告诉大家说 给大家建议 给大家去注意的一些细节 你要注意起来 你把这些细节注意起来之后 能提高亚马逊 通过你卖家账号申请的一个概率 能避免说你的卖家账号不通过 还没开始就被封了 还是这种情况 这边都是英文 对吧 你可能英文不懂 没关系 在你开始注册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选中文版本 你就可以用中文去注册 那在这里 我就直接用英文了 大家可以照我的步骤 一步一步来就可以 我们点一下开始 然后这边他说 你已经有卖家账 卖家账号的话 就可以登录 如果没有的话 在这边下面点创建你自己的一个卖家账号 那创建卖家账号 首先就是一个你的名字 它这边有叫你填名字 填你的email 填你的 你要这个卖家账号 你的一个密码 那名字这边要注意 很多人就是特别是 特别是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英文名的话 很多人英文名都是自己编的英文名 他英文名根本就没有在任何证明上 也不是说 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把你的中文名填上 然后用你的拼音填上就好了 如果你的英文名确实 你已经 你是美国护照 你有英文名 那这样你就用英文来填 如果你是没有英文名的 英文名是你后来取的 就是用你的中文名就好了 把你的中文名按照顺序 拼音填上就好了 比如说你的中文名是张三的话 就是按照这边就按照张三 然后拼音 拼音填上 按顺序填上就好了 很多人说 张三那我是不是要信放在后面 那就是三张 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这边建议就是说 简单 简单的情况 就用你的拼音填上 按顺序填上就可以了 那这边我们来填一些 还有 还有就是说这个email 这个email的话 就是电子邮箱 我们这边最好 我是建议说大家用一个企业邮箱 企业邮箱 因为很多人注册亚马逊 他都用一个QQ邮箱 或者用一个Gmail邮箱 这不是不可以 都是能注册下来的 但是 但是 我 你要让亚马逊觉得你是更加专业 是个公司 然后更加专业的话 我尽量 能 你要用一个公司邮箱 用一个企业邮箱 能帮你降低一个可能审查的一个概率 没有说一定不能用QQ邮箱 或者是用Gmail邮箱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 你注册卖家账号 最重要的是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说 他的一个email 他的一个 之前已经注册过卖家账号了 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能再注册第二个卖家账号 亚马逊是不允许你同时拥有两个卖家账号的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可能在几年前注册过了 在一年前两年前 然后注册过 他可能忘掉了 所以说在这边要确保这个邮箱 你是没有用过卖家账号的 因为亚马逊不允许两个卖家账号 当然之后可能有些例外 亚马逊现在这方面也管得相当放松了 在之后你可能如果你卖得好的话 你跟亚马逊发邮件 你告诉他在 你有另一个生意 有另一个营业执照 另一个公司 然后让他允许你开第二个卖家账号 这之后的情况你要跟他先说明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你是不允许有第二个卖家账号 会造成关联 然后导致账号被关的 所以我尽量要保证一个全新的 确实没有注册过卖家账号的一个email 那这边信息我们就填好了 在你当然你把自己的信息填上 然后我们来进行下一步 到这边你要就是就验证一下你的一个邮箱 验证的邮箱发到你邮箱里面的号码填上去 然后我们接下来到下一步 下一步这一步它就会让你提供更多的关于你的一个 不管是你的个人信息还是你要以公司的信息注册 公司的信息 比如说你的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地址 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信息 你的一个手机电话 还有这边是一个你的信用卡信息 这边一定要是信用卡 而且要是Visa的信用卡 Visa信用卡能收美元的 如果你在国内或者说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要确保它是一个Visa的信用卡 能收美元的 能收其他货币的 还有就是说不能是银联的 对吧 不能是储蓄卡 储蓄卡是不行的 如果你把储蓄卡放到这里面的话 你的店铺会马上被关 因为他们是要用信用卡 然后来扣你里面的钱 包括每个月的月费 还有各种的一些可能储蓄费 还有广告费 都可能是从你这个信用卡里面来扣的 所以说这点要注意 要是Visa的 最好是Visa的 这边还有你的一个 identity detail 那这边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护照 可以用你的身份证 用你当地的证明你身份的一个文件 在这边 在这里我还要提点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就会以英文来作为一个例子 整个页面都是英文的 大家照着我的步骤 一步一步去做就可以了 如果你确实你不想用英文来 来做这个注册的步骤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可以改 把它在这边可以改成中文的也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选一下 要选择一个国家 那你是你的当地的一个国家 不管是你你现在在哪里 人在哪里 或者说你是哪里的公民都可以 你选你当地的国家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 你选完之后 它就会让你选择一个business type 你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来注册这个亚马逊卖的账号的 我们就能看到有很多 如果你是在 如果你是在美国 你是有美国护照 这样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有选择的 你是可以选择个人 去注册这个败者账号 还是说你去注册一个 有限责任公司 以有限责任公司去注册 如果你是以个人的话 在这边就填这个 non-amined individual 那这个就是个人注册 如果你是不在美国 你是在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你在国内 在大陆 在香港 在台湾 在其他的国家 然后这种情况下是 你要去注册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你需要拿到营业执照 那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 我们就会选择这个 privately owned business 那这个就是有限责任公司的 一个意思 我们选这个就好了 或者说 其他的意思 我也解释一下 就是说这个publicly listed business 那这个就是 是一个 比如说上市公司 那上市公司 上市集团 那这个我们就不用去想 就是说 我们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那我们刚起步 肯定不是上市公司 对吧 我们这个就不用选 然后这个是国有的 国有企业 那也不用选 我们基本上就选这个 或者说你在美国 你可以有选择选这个individual 那这个账号 我就随便给大家注册 给大家走一个教程 我不会实际注册一个账号 所以说 在这边我就会以 一个individual的形式来 但是大家要去注册一个 你当地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美国公司 是不管你能在 你是不是美国公民 或者说你能在 在不在美国 你都可以注册美国公司 那你注册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去 去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面 你去这个网站 只要去这个州 这个州是注册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最便宜的一个州 年费最便宜的一个州 你可以直接去wilomine 这个州去注册就好了 然后去利用这个网站 去注册 注册完之后 当然如果你没在美国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网站 去注册 注册一个美国公司 但是你也可以 同时你也可以利用 你当地的 当地的去注册 当地的一个 有限责任公司 都是可以的 我们填好信息之后 我们就来 接下来往下走 agree and continue 接下来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填 那你选择一个国家 看你是哪个国家的国民 你拿哪个国家的护照 你就填哪个国家 这里都没关系 我有很多学生 在英国 在美国 都是可以的 是没有限制的 没有说限制 只能说是美国 或者说大陆 或者说哪里 它是没有限制的 这边我就 在这边我就以美国 做个例子 我这个账号 只是一个 做个例子的账号 这边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填地址 很多人不知道 它地址怎么填 地址也是一模一样的 你的填法也是用拼音 用中文的拼音填上去好了 就按拼音的顺序 按中文的顺序 也不用说按英文的顺序 按中文的顺序 然后拼音这样填上去 这里就没什么问题 然后你的电话 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就填美国的电话 在中国的话 就填中国的电话 然后这边发送 发送一个信息 然后 你核实完这个电话号码之后 然后再点下一步 然后在这里 我们就要提供有一些信息了 就是说你的银行卡的一个信息 那银行卡的信息 那这个银行卡可以分成 比如说你是美国的银行卡 美国的银行卡当然是可以的 这边是美国站 接收美元的话 美国的银行卡是可以的 如果你没有美国的银行卡 你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 你想用当地的一个货币的话 你可以使用 像PingPong 像Pioneer这些的第三方平台 去第三方平台 申请一个当地的 美国的银行卡账号 就是说虚拟的美国银行卡账号 然后把虚拟的美国银行账号 填进这里面之后 就是说亚马逊直接把美金 转到这个虚拟的银行卡账号 通过第三方的一个平台 然后再换汇 换成你当地的一个货币 换成人民币 换成各种货币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一般是这种做法 亚马逊之后 还要验证你的一个银行的信息 银行的信息的话 就是说你的银行账单上的名字 和你注册这个 这个亚马逊卖账号的名字 要对得上 或者说你是银行 银行账号是一个公司名下的银行账号 那你的公司的名字要和你亚马逊上 以公司注册名字 名字都要对得上 那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还有这个信用卡 用来每个月的一个扣费 那这边填一个 I understand 那接下来到这一步 就是说你要填更多的一个信息 那更多的信息 那这个financial institution name 就是说你的银行的 是哪个银行 那么哪个银行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选 你是哪个银行 不管是美国的银行 还是大陆的银行 还是哪个地方的银行 你看一下能不能选到这边 什么浙江筹州商业银行 这边都有 然后如果没有选到的话 你就选其他就好了 然后把你的银行 银行的信息全部填到这里面 然后把你的 如果选其他的话 把你具体的哪个银行 用拼音写上去就好了 然后这边9 digits round number 这些都是你的 美国银行的需要的一个信息 然后你通过第三方的平台 也能得到相同的银行账号的一个信息 接下来就填 你的银行信息填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继续 这就是说你的银行 不能马上的验证 你这个信息是正确的 它需要 接下来你需要提供一些 对账单啊什么东西 那在你注册完成之后 它会要求你提供对账单 那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就填继续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把你的一个信用卡信用卡信息填上去 然后填继续 在这边就到了你要填一些你的店铺信息 那填一下店铺信息也是非常简单 你要填你的店铺名字 那店铺名字在这里的话 很多人会很纠结 到底要用哪些店铺名字 在这边你就填一个你的品牌名就好了 不用太纠结 因为店铺名在之后都是可以改的 所以说在这边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不用太纠结 填你的品牌名就好了 这边品牌名的话最好填一些 比如说大众类的 你的品牌可能有的是婴儿类的 有的是家居类的 那这些都包含的话 如果你填一个什么品牌 填一个什么什么baby的话 那就把你的产品 把你的品牌限制在一个婴儿类的 那你填一个比较大众的一个品牌名字的话 就是说没有限制类别的话 那这种情况是比较好的 那这边不要太纠结随便填一个品牌名 之后都是可以改的 那这边我就会填一个 那这边接下来我们来选一下 就是说你这边是不是有一个UPC显示的 因为我们上产品都需要UPC 那UPC的话也是非常便宜的 直接去一个 如果你要买正规的话 去一个GS1的官网 30美金就能买一个UPC 每一个产品都需要UPC 然后在这边 你是不是有一个 他说什么minority 什么这种东西是没有的 这个之前注册都是没有出现的 那他这边我当然是没有的 他说什么少数民族啊 或者说你是一个 从LGBT的一个生意啊 什么的 当然我是没有的 如果你有的话 你可以填上去 看你自己 你是不是一个 在这边又有很多人 纠结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一个工厂 或者说你是不是一个品牌的拥有者 你想在亚马逊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作为一个FBA FBA就是贴牌产品 我们的产品都是贴上我们自己的品牌的 然后拿去卖的 那这边的话 直接选上yes就好了 然后在这边会让你选择说 你是不是 你有没有品牌注册 你有没有为你的品牌进行注册 比如说在美国进行注册 在美国的话 差不多200多美金 250还270美金 就可以把品牌注册下来 那注册下来 我们之后是肯定会去注册的 如果你现在你在注 你在注册亚马逊卖家店铺的 同时你还没有去注册的话 完全没有问题 在这边先填no就好了 那在之后 如果你卖起来了 卖的比较好了 你再去注册一个美国品牌 然后去录注亚马逊 这种我也是非常建议的 因为美国品牌能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很多 比如说像A加的一个页面 我们能有A加页面 能更多的展示 提高我们的转化率 比如说我们能上更多的一个视频 能上一个 在我们的产品链接上 上视频的一个内容 还有说帮助我们这个产品链接 保护我们产品链接 不会被其他的一些账号 然后改我们的产品链接 所以说我是非常建议的 一般情况下 注册美国商标是六个月左右 所以说如果你的产品 有卖的比较好的一个迹象的话 那就尽快去注册 注册下来的话 对你的一个长远的店铺的一个卖货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就填 no 现在我们的话 就是没有的话就填no 那我们就填next 那我们这边到了最后一步 那到了最后一步 他就会说 你的要上传 你的一个 你的一个护照 把你的护照 扫描一下 上传 或者说拍一下照 上传都可以 要高清的 你能看清楚里面的字 各种都是高清的 然后高清的情况下上传 然后这边你的一个银行 银行的对账单 也是你要 最好是你直接去你的银行的官网 把你的对账单给他下载一下来 然后下载下来 直接在这边上传 或者说你的银行对账单 直至对账单 你拿去扫描一下 扫描出来之后 再把它这上传 那上传之后 submit之后 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卖的账号的一个注册流程 就已经完成了 在你提交你的材料之后 亚马逊可能会发邮件给你 让你提供一些多余的证明材料 那多余的证明材料 就是说你要提供完之后 不管是水电账单 还是银行账单 还是各种的亚马逊让你提供的 你提供了之后 亚马逊只是想让你 想看一下你的名字和你的地址 是不是对得上 是不是你本能在 在创建你的亚马逊卖家账号 还是说你的资料被能盗用 还是怎么样 所以说这是亚马逊 想更小心一点的一个步骤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 亚马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 很多人在亚马逊 这个平台上欺诈顾客 然后卖很多产品 但是从来都不发货 所以说这只是想 避免避免这种卖家 那如果你是一个真实的卖家 是一个资料也真实 什么都真实的话 所以说不用太担心 那接下来会讲一下 有两点是很多情况下 你的卖家会被拒绝 或者说会导致店铺被封 导致店铺不通过 那第一点就是说 你终于拿到你的卖家账号 你的卖家账号通过了 你很高兴 然后这时候 你就在 在你让卖家账号通过之后 你就在你后台大改特改 改很多信息 比如说把你的银行收款账号改了 你说突然你想在你 把银行收款账号改了 把你的后台地址改了 把这些信息改了 然后不要那么快地改这些信息 让你的卖家账号先稳一段时间 先稳几个月 不要去变动任何信息 那你去变动的话 很可能导致你的卖家账号又重新需要审核 又重新被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你要耐心一点 刚才我也说了 就是说很多情况下 亚马逊只是想检查 你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卖家 是不是还是说只是想 想可能在他平台 然后出很多订单 然后最后不发货 然后欺骗顾客这种 亚马逊想杜绝这种卖家存在 你要耐心一点 等待亚马逊的一个审核 因为亚马逊都是一个人工审核 他在人工审核的前提下 他可能会要各种信息怎么样 然后你就提供 他要什么信息的话 你就提供给他什么信息 同时不要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口吻 就算你发邮件的话 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口吻去发 然后各种信息也是让他 让他更简单明了的能看出来 信息也要清楚 直接 然后专业 然后这种信息发给他 才能更快的帮助你去通过 因为亚马逊实在是不缺卖家 卖家是非常多的 在这个市场里面 我们要处于一个更尊重亚马逊 因为我们要看到赚钱 把你的资料准备的齐全一点 不用担心 你只要资料是正确的 真实的 迟早是能通过的 只是或早或晚的一个问题 还有要注意的 亚马逊卖家账号的通过 你拿到亚马逊卖家账号 只是你长征的第一步 你的第一步成功了 但是亚马逊还是有非常多的步骤 你要去学习 如果你对接下来的步骤 想去知道去如何去做的话 我在这边有一个播放的一个列表 一个列表是完全免费的 是我之前做的视频 然后也是在里面展示了 如何选品 如何发物流 然后各种一步一步 你可以去看一下 是免费的 放在YouTube上 尽量完成了第一步 然后接下来 你就可以去开始学习起来 学习起来我这些 我这个免费的小课程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